作词 李宗盛 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给你我百专千回的喜乐和忧愁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脸眸 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出尘和生求 给我你未经雕作的天真和自由 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有 给你我义无分顾的尝尝和求救 给我你多年以后 扔我紧的手 给你成熟 你给我迁就 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 给你我义无分顾的尝尝和求救 给我你多年以后 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 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给我你轰轰烈的渴望和温柔 给我你轰轰烈的天真和自由 看到喜欢的时候 让二对 嫩 朋友们大家好 本节我来讲一下 这首给你给我 这是我编配的基他弹唱的这个版本的 吉他伴奏 这首歌的原曲是圣F调 然后呢我把它降低了三个半音 这样呢弹唱唱起来会比较容易 然后辩家企 die佳 加在了这个一品 用的是地调的执法 然后实际音高是降异调 如果有的朋友要用我这个谱来谈原唱的音高 你就把这个变队加在四频就可以了 实际上原曲它升F调 它也是变队加在一频 然后它用的是F调的这样的一种执法 下面我讲一下我用地调来编配的这个执法 这首歌是每分钟五十九拍四四的拍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前奏基本上很简单 也是尽量遵照原曲的那样的一种停感 用了一个D的刮二和弦 然后音形就是这种整曲的音形 主体都是这种 右手是这样的 大家看这个前奏部分也是分解和弦比较简单 然后在进入主歌开始唱之前的 前一个小节的后两拍 就是这样一个拍音 一个A7挂四和弦 这首歌的编配这里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很多的共同的音 不同的和弦很多共同音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然后第二和弦 其实只有低音不一样 但是和弦的属性也会有区别 和弦图示上面的这个和弦名称标注也不一样 这A段就是这样来进行的 这样的伴奏方式呢 不同的和弦保持同样的音 在这个听感上面呢 有一种持续连贯的这样一种感觉 不是所有歌曲都需要这样编配 但是这也是一种编配的一种特点特色 我们看一下 然后下一个和弦 就是第五小节 第二和弦 其实还是一个B的一个 一个D和弦的一个属性 它的原始的这个和弦排力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把这个D、S、C 把这个C变成低音 实际上是一种转位 斜杠后面的声C 就是这个低音转位 然后呢 这个和弦名称呢 就是D大器挂二 转位低音弹声C 我们看起来好像和弦名称很复杂 但是实际上变化只有这一个手指 然后BM7ADD11 实际上这个和弦呢 这两个手指 一指二指 通常应该这样来按 但是考虑到跟前面的这个持续音呢 然后就这样来按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从前到后面呢 基本上是这种 这个右手的这种音形的律动 在这个副歌的时候呢 一个小节里面涉及到 换两个和弦的时候 要多一些 不过我这里主要讲一下 这首歌编配的一些理念 原曲呢 实际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尽量还原原曲的那样的一种听感 然后根据这个地调 每一个吉他调的执法呢 都有它本调执法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这个 就是这个地调的执法 这个就是一个特点 另外我们在伴奏的时候呢 弥奥吉他伴奏很多时候空弦 也会比较好听 另外呢 你经常会用空弦的话呢 可以灵活的来转换 左手的一些执法的一些编排 但是这里面 相同的和弦级数呢 也有不同的地方 比如这个第十一小节 它这个A7挂4 从地调来讲呢 就是SO FA DO R 如果是A挂4没有7的话 就是SO SO DO R 而之前的地方呢 就比如说第六小节 第二和弦就是SO SO DO R 然后在这里用SO FA DO R 它们有一些差异 是从听感上有一些不同 大家自己来体会一下 第二十二小节 这里这个BM7 我经常会用这样的一种执法 但是这里面右手T123弹的是 五四三二7弦 这里伴奏还是一样 T1232132 只不过这个123指呢 从这个321弦变成了432弦 这个BM7的一种按法呢 它和这种BM7 其实就是简化了一个横按 有些朋友呢 对横按有这个有一定障碍的话 或者说你一下克服不了的话 就用这种替代也是比较好 它们两个的区别 一个是这个BM7 我们如果弹这个五四三二弦的话 这个音符是LA MI SO DO 这是LA DO SO DO 重复了一个三音 省略了一个五度音 通常我们和弦呢 是可以省略五音的 这里面考虑吉他的这个执法 从听感上面觉得也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我讲一下 第25小节的这个和弦连接 G挂二 我们看一下旋旅啊 它原始的就是G和弦到A和弦 就显得有点平淡 我们来感受一下 旋旅 SO LA MI RI 旋旅唱到RI 然后我们的弦音也是RI 不是不行 就是有点平淡而已 这里面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变化 就是这个A的这个执法不是这样的 旋律线条 SO LA MI RI 它到RI的时候 我们伴奏的时候 这地方突出的就不是RI 就有点平 这样就比较好听 往下呢 大家参考乐谱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伴奏相对还是比较简单 本节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再见